素食也可以有滋有味 爽脆又营养的鹿绒菇里面有吃过吗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道超下饭的小炒鹿绒菇 我们用干的鹿绒菇炒出来才会特别的爽脆 泡上一盘菜的量 清洗干净以后用温水泡半个小时 准备其他食材 切一点灵魂的小米辣 再切一点小姜片 喜欢香菜的话来点香菜段 鹿绒菇泡发以后控一下水 稍微保留一点水分 不要挤太干 放入碗中备用 锅中烧热油 用的是菜籽油 我们直接把鹿绒菇放进来一边煎炒一下 大火翻炒个两分钟左右 放入切好的小米辣和姜片 一起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接着再放一点盐 一小勺糖 来点胡椒粉 一点松鲜鲜 淋上一圈松茸鲜油或者生抽 迅速把食材和调味料翻炒均匀 最后再来一点点老抽 放入香菜段 等到菜会增加的有食欲 再一次翻炒均匀以后 这道简单美味 香辣可口炒下饭的 小炒鹿绒菇就完成了 鹿绒菇营养丰富 口感特别的爽脆 就这样简单一做 就是一道非常下饭的纯素家常菜 想看更多美味素食 记得关注小老弟 小炒鹿统菇 简单薄菇